欸 他還愛上你老婆 不要這樣 別這樣 我們其實不算是愛上 我們是精神伴的表情 有好感啦 我們在拍的時候 我都不叫他承恩 我都叫他客兄 客兄是不是 OK 但是蠻大的敵意啦 但是後來我們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慶功宴上就這樣 擁抱這樣 好朋友好朋友 和解和解 掌聲歡迎 哇 是以我願意入圍 戲劇節目男配角獎的 楊大正 周承恩 以及入圍戲劇節目女配角獎的 吳亦榮 身為滅火器主唱的楊大正 首次入圍軍中獎 在劇中就演了高難度的聾雅人士 跟搭檔吳亦榮飾演絕望夫妻 兩個人的對手戲令人相當動容 而周承恩呢 飾演邪教教主的得力助手 溫柔成熟 但是包裹著人性的拉扯 這一組同聚互打的對決 讓人相當期待喔 祝你們幸福 哇 大正哥 首次入圍金中獎 就要跟同劇的陳恩哥對打 之外呢 你在戲裡 欸 他還愛上你老婆呢 在戲中 不要這樣 別這樣 我們其實不算是愛上 我們是精神辦的 有好感啦 其實我們在那個 我們的入圍慶功宴 劇組慶功宴的時候 我們兩個已經和解了啦 已經和解了嗎 對 和解了 我本來想說你在劇中 因為聾雅人士的關係 很多話不敢讓他嗆一下 但是和解的就不用在現場公開來對 我們在拍的時候我都不叫他承恩 我都叫他客兄 客兄是不是 OK 搬著蠻大的敵意啦 但是後來我們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慶功宴上就這樣 擁抱這樣 好朋友好朋友 和解和解 但呢 最辛苦的是逸容姐 逸容姐 你這幾年挑戰的角色是越來越難耶 而且在我願意裡面 你真的好慘喔 你有沒有印象就是 最深刻拍的最痛苦的一場戲啊 哇 我覺得 每次被這樣問的時候 我都說你有多少時間 因為拍我願意 真的很多印象非常深刻的 然後跟大政也是 跟大政也有 有一場是他連門都拆了 然後還撞到我骨頭之類的 OK 就是非常爆裂的 武打戲的部分 馬上撲 OK 但承恩哥其實在劇中 你心中要很壓抑 而且還要掰咖演出 你演完有沒有後遺症 現在腳還好嗎 我現在反而是另外一隻腳扭到 Oh My God 但其實拍攝的那個過程當中 真的是每拍一天 隔天都在痛 真的很辛苦